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其實我們一般因為我們今天主要講影片剪輯嘛 其實我不會說一定強調就是你要一定要用會聲會影 像現在會聲會影跟威力導演基本上用的人都還算蠻多 以一般就是家用或者是像學校使用的一個情形來講 因為兩套相對在就是說族群上他本身就是針對就是一般user 他比較不是針對像一般就是工作站的 或者說比較工作室那種專業級的 所以用這個其實也就可以做到很不錯的效果 那我們一般標準的一個前置作為大概就像您現在所看到的 第一個當然您要有一些硬體或者軟體的一個設備 比如說像您看到我們現場有那個欄目對不對 有些時候其實如果說我們要做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教學您可以用單純像這樣欄目就好 如果比較好當然是要去有那種攝影棚 那如果說學校沒有其實有一個地方可以見 叫做國中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現在改名字了嘛現在不叫國中圖了 那邊他們的二樓有那個攝影棚可以見 它也是整個就是欄目的欄目的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說我需要一個比較就是更好的一個環境來拍的話 那邊可以是一個選擇 那再來呢有了這些硬體軟體之後 您要有什麼 是要準備素材對不對 可能素材也許是照片也許是影片 那除了這兩個通常還會再加上什麼 聲音或者我們講的所謂音效 好那麼目前呢我們也有準備幾個就是您可以去 假設您以後這是要公開發布的 我們有準備幾個就是免費的那個音效的一個搜尋 還有音樂 像YouTube現在也有提供 等於說您可以公開使用的 好公開使用 這樣您就比較不用擔心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傳過影片到YouTube上 如果你有用一些流行音樂沒有版權的放上去 我告訴你 你的影片內容已經被消音 因為有什麼版權問題 他現在很厲害就是音樂或者是影片內容有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跟某些人比如說MV裡面片段是一樣的 他也會找到 他會找到 然後告訴你說你有那個影片內容有問題 直接就被怎樣擋掉了 直接就被擋掉了 所以你公開發表這個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個人使用都沒問題 或者像我們這樣教學使用都還好 那麼您找到這些素材之後 要不要做一些轉檔整理 需要的 因為呢有些格式可能怎麼樣 比如說你用DV錄的 那不見得所有的都支援或檔案太大 還是說這個是我們的那個剪接軟體不支援 那你就必須要做轉檔 好轉檔 那還有呢 我們一般比較會用剪接的就是影片的部分 照片不用剪接嘛 照片你要播多長就多長 對不對 影片有可能我拍了一段 可是有要的有不要的 或者有什麼樣的時間限制啊 我們必須要做簡短的 你就需要在這邊 所以我們大概前置作業主要是做這邊 事實上更好的還有一個要做什麼腳本 如果你要拍比較正式的 要不要寫劇本 要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我們一般的腳本 那你就要去規劃一下 我大概拍的流程 然後要拍哪一幕哪一幕 你可能都要先記錄下來 就跟我們一般最常見就是拍什麼 比如說像學校裡面比較會有所謂運動會啦 或者是像那個慶祝活動 然後或者像外面的什麼 結婚有沒有 結婚喜宴的啦 然後就有人在跟拍啊 就這樣一直拍下去的 那那個你一定要先知道 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你別人說時間到了 人沒在那裡 然後說怎樣 我要補拍 重來 抱歉沒人插味 所以這個是大概注意一下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看過這個 我們在往下 那麼比較常見的影音格是 大概是這些 像最常見的我們的什麼 API 這是Windows上的 那另外呢 MPEG 大家要熟悉的 MPEG-1就是VCD的 MPEG-2就是DVD的 好 DVD的 那麼一般高畫質的 現在在網路上 就是比較流行的應該是MP4 因為它的影片品質應該 通常可以壓的比較小一點 但是在檔案比較小 但是品質呢還是蠻接近的 還是蠻接近 所以大部分比較常見這一個 那麼其他的可能大家現在看到機會 就不多了 那麼Flash的呢 現在也慢慢的越來越少 好大家應該發現現在因為 Flash賈伯斯不愛嘛 所以他就 慢慢已經淡出了 很多地方 包括你的平板 手機 是不是都不能看 對不對齁 都沒有辦法看這些 好所以主要的我想我們現在呢 大部分會用的應該還是 以MP4為最主要的 但是呢有的人那個 比如說你的錄影機 或那個或者手機 還是照相機 他拍下來的影片格式可能是MOV的 那這個可能也許你就需要做一些轉檔 不轉檔 原則上用慧聲匯影都可以 都可以剪輯啦 那如果不轉檔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主要的幾個比較常見 影音格是大概這些 那麼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HTML5的 不過這個主要是來自網路上的 來自網路上的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對不對 好OK 所以我簡單的前面介紹 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